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29日的消息 2012年陈先生的父母就全款买了一套房屋 产权人是陈先生一人 到2015年陈先生和姜女士结婚 婚后姜女士就多次提出将自己的房产 将自己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 然后因父母极力反对 陈先生没有同意 然后夫妻两日就经常为此吵架 到2020年姜女士就称了 你要是再不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就离婚吧 然后陈先生就瞒着父母加上了姜女士的名字 但之后两人又发生争吵 姜女士便带着女儿回了娘家 一次姜女士就在这个母亲的陪同下 回到陈家中去取生活用品 双方又矛盾不合 矛盾升级 打坏了家具家店之后 就是陈先生起诉了 就要取消他这个财产的赠予 既然去人民法院就审理后 认为双方应该珍惜夫妻间的感情 判决姜女士的行为不构成欺诈 不支持陈先生的撤销 其完成的赠予 这个案件为什么我要说这事呢 就是现在这个房产 好多房产都是南方的资产 甚至好些事呢 这个房产是人家南方一家 可能攒了一辈子的财产 对吧 然后呢 身材借了债的财产 现在呢 女房一嫁过来 要求再上名字 而且关键是这个房产价格 现在价值太贵了 你现在上海的好点的地方 那一套房上千万很正常 对吧 多的两千万也可以 这么贵的房子的时候 你加一个名 对吧 你一结婚财产上千万 所以就知道 现在你看吧 为什么 这个不愿意结婚 对吧 这不愿意结婚 咱们就对于这个婚姻财产 法律的这些事啊 就要了解一下 就说一说 对吧 你为什么你不愿意结婚呢 就是你一结婚这个财产的话 吃亏呀 而且呢 结了婚以后 就算你当初不加人家的名字 你看 就跟你底线博弈 底线博弈的时候 你到底加不加 你都已经结了婚了 要不要离婚 毕竟有些感情 人家本来还想过一辈子 对吧 到底加不加 加完了以后呢 人家又离婚又怎么办 对吧 这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财产啊 现在这个婚姻中啊 底线博弈的非常多 就是有些这个法律啊 你支持当事人意思自制 你呢 好像说这些事 都是当事人商量好了 我法律不管 很容易带来一些问题 实际上现在不婚不育嘛 就是当时 把这种结婚的 很多财产的博弈关系 都弄成了当事人 你看 我是知道我们刚学这个法律的时候 讲这个夫妻共同贷产 他是这么讲 生产资料经过八年 生活资料经过四年 他自己呢 自然就变成双方共有了 但是呢 离婚很不容易 就是说你有房子 有什么的 加不加名呢 当时说的也挺清楚 就是你 你先够了 自然就加名了 对吧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要如果再早呢 中国古代呢 就更很清楚了 就是说这个 离婚呢 干什么的 南方的 祖产 就是这时候 家里留下的 这些那些的财产 女方根本带不走的 你那个 甭管怎么着 你那个是带不走的 但是女方带来了 什么嫁妆干什么的 你可以带走 非常清楚啊 那不是说你当事人 想另外约定一下就行了 其实你要知道 有些时候 你通过法院 法律 把它定下来 而不是说你当事人 可以另外约定 可以博弈到死 你看 有些时候 你虽然说 有些时候是婚前协议 有的时候是 有什么样的约定 这个约定是 不许你博弈的 而现在呢 你给了人家 那么多的博弈权 那么多的博弈权 以后下来 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男女怎么博弈 对吧 现在为什么讲 这个双方 男女的矛盾大 不愿意结婚 就是说这个 结婚的时候的话呢 对于一个 稍微有点财产的男士 很容易的话呢 就是女方接着结婚 就把她财产 拿走一半去 那她结婚干嘛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吧 就是说有各种方式啊 那个女方的话呢 你像不给 让男方拿的时候 她有很多方式的 那个比方说 在上海的时候 就很有名的 那个叫做什么 你那个男的不答应 晚上你别碰我 对吧 你那个借着 他男方有这个 夫妻生活的欲望 我就是勒着你 你怎么着 你敢碰我 敢什么的 你就算强奸啊 你就算强势家暴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你要知道这个有时候 女人的冷暴力搞起来的话 比男的不差的 在家里知道吧 然后比方说 回娘家了就不来了 这个就是嘛 她根本就不来了 你只要一改 我就不来了 我就要准备跟你离婚 逼着你跟我离婚 你离离婚 我拿一半房子走 拿走了巨额财产 所以这个事啊 其实下面我是觉得 如果要解决中国的 那个低婚育问题 这个婚姻法 有些东西 得重新定一定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那个还是按照 现在呢 很多时候啊 不是交给你男女方博弈的 而有些的话呢 你不结婚 我也应该给你按照事实处理的 可能这个事啊 才能提高这个婚育的比例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